哈喽各位伙伴们大家晚上好啊 现在时刻是7月17日 晚上的9点51分啊 大家也知道Sam哥是白天上班 然后晚上来录屏 那我的时间呢 基本上就是晚上9点半左右 我才能准备的好 今天我就正式开始啊 正式开始把我的那个理财客 彻底的给他抛除掉 我不讲理财了 事实证明呀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Sam哥是主要是代码呀 营销呀 这一块是比较擅长 包括思路篇 我觉得我是尤其擅长的 所以说今天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这些思路啊 然后呢 今天先是做个广告吧 就是大家还没关注我的 就关注我一下 我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各种样的赚钱方式 只要是赚钱的我都讲 然后呢 重点是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赚钱方式啊 我的理念一直是让小白 即使说你什么东西都不懂 通过Sam哥的方式 依然能通过网络来赚钱 好 不说废话啊 我们先来说一说吧 最近有一些很多小朋友都在问我 小伙伴们都在问我 那个风险管控 就是风险的控制 还有说防洪 就是比如说我那个 我那个做了个影视站 然后有没有什么风险啊 我做了小说站 有没有版权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东西是一定有版权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你说他赚不赚钱 答案是赚钱的 我们随便来看一个 就是说比区格 我特别喜欢拿比区格来打个比方 比区格 随便搜个比区格 比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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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伙伴们 全是比区格 你说他不赚钱 他搞这么多比区格干什么呢 然后每一个比区格 我们随便可以搜他这个啊 用站长工具 大家要学会用站长工具啊 这个网站 然后呢 我来看一看啊 站长工具 我们来搜 站长工具就是这个啊 站长之家啊 你进入之后 把他的网站 把他的网站复制进来 比区格 看我们点CN 然后查询 好 百度权重三 百度的权重是三 意味着是什么 他同一个IP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东西 大家要想着同一个IP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这台服务器上 有12个网站 12个域名 要搞得清楚啊 美国 这个是什么 KRYPT机房 96 这个应该是一个那个什么服务器 就是那个站群服务器的啊 也就是说我做了12个比区格网站 放在同一个服务器上 这个玩法叫做站群 站群 你说赚不赚钱 站群答案是赚钱的 赚钱的话 你算算啊 百度收录了2万多个页面 然后呢 谷歌收录203万个页面 然后呢 他的百度权重3代表的是什么啊 我告诉大家一下 大家可以理解的是权重3的话 他等于这个网站如果卖的话 大概是15到18万 就是我把这个网站卖给别人 就15到18万 包括域名 你想想他这个域名做了8年了 如果他不赚钱 他为什么要一直在做这个 大家理解了吗 好 再下来 百度PC的趋势 百度PC的趋势 他是多少名啊 他每天大概多少个访客 我们来看一看啊 PC指数 然后出现率 然后百度收录 然后这个是LX排名 他是20兆 20兆的话 20K应该是那个什么 还不错吧 这个东西搜狗收录 百度反链 然后我想看他每天的 大概的访客数是多少 他这看不到访客数呀 百度流量预估 百度流量预估562 这么少吗 最近一周是19000多 这个我没看明白啊 回头我看明白再跟你们说 反正我就说百度全3的一个网站 他大概的售价 就是在15万到18万之间 这是我们有的群友 已经做过的一个东西 他做的是系统站 就是系统下载站 然后这个网站就是那么值钱 我就告诉你 全下载的是什么盗版软件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这些东西 那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那个X-Man的啊 就是先说能不能赚钱 然后我也打了个比方啊 看看谷歌广告的价格 谷歌广告的价格的话 它是1000次展现 然后2到8美金 然后我们取个5美金的平均值 然后呢 国内的广告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因为国内就是一家独大嘛 就只有百度一家 它是一家独大 所以说呢 国内就会比较便宜 它这1000次展现 大概1到2人民币 那我就不写2了 我就拿最低吧 好不好 然后呢 所以呢 海外的流量的广告收益 会比国内大概是35倍 几十倍的流量啊 几十倍的流量价值 所以说 我觉得吧 既然大家都出来了 那你就想想怎么样去把国外的东西做一做 国外的东西做一做 因为你在做国外的东西 为什么有的 有的人在那跟我说呢 他说 他是他有个朋友 哎 做那个一倍 以前是做淘宝的 然后现在不做淘宝了 做一倍了 但是做一倍呢 他的收益 哎 真好做 哇 收益随随随便便 一个月赚几十万 那可能吗 我告诉你 非常可能 好吧 好 再做下一个 我告诉你什么东西赚钱 就是说 我们来说 就说影视站吧 我让大家做那个飞飞 飞飞的话 他日均一万的影视站呀 他月收入至少三到五万元 其中包括什么 包括广告收入 包括会员收入 就这两大块 然后你已经非常不错了 一个会员 一个广告 然后那有的人就在说的 他如果做大的话 可能会被抓 妈的 有的人在群里面 发那种被抓的广告 好 前几年 我告诉你 19年的时候 还是18年的时候 管得非常严 然后呢 就会有一部分人 会出现问题了 那告诉你啊 那我就反过来又问一句 那人家做那个什么 做 做 就说 呃 动作网站 大家也知道 小黄片呀 什么东西的 那么多 那他们又是怎么赚钱呢 我们将在这一点啊 再谈怎么防洪 我们先讲下一点 等会儿 我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们说赚钱的坑 赚钱的坑的话 我这个人喜欢逆想思维 就是说 哎 我不 我不先不把它想想得非常好 我先想想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我不能做 我是为了赚钱呀 是不是 我是为了赚钱的好 那我就要想我怎么做 我才能不赚钱 不赚钱 我就想了了 避开那些网络苦工 就是说吃力不讨好的 比如说刷一下流量 今天在群里有一个在那发那个honeygate honeygate我也测试过 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是一天是0.330.5挂了一个小时 挂了两个小时0.5 0.5的话 结果我一看那不是0.5美金吗 那是0.5积分 积分还要再换为 再换为那个美元 积分的话好像是又是1万积分等亿美元 那你又折腾了 那你要求你什么 要求你的网速非常快 然后24小时挂机 然后我一想妈的 这个我的我的网络 我的网络全占用了不说 然后第二 我的那个电脑电费 恐怕都赚不回来 所以说我只想说一点 也不是说某一个东西不好 我只是想跟大家说一点意思 我没有诋毁任何人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越简单的 越简单的 就意味着劳动力的越廉价 你一定要系好这个东西 你如果什么都不想付出 只想在那躺着就想把钱赚了 OK 那你要不然是前面付出 要不然的话 你就赚不着钱 OK 这个逻辑明白 好 第二个 我们尽量的避开那些 不可能不长久的项目 我们尽可能的去避开那些不长久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要赚的是稳定的钱 我们要赚的是稳定的钱 我不可能说今天赚钱 比如说买彩票 买彩票 我今天赚钱了 好 过了两天 中完一次 我不可能天天中 我只可能搂着一耙子 然后后面没了 这个东西我们要想 时间成本 是我们在考虑在内的 因为赛文哥以前 以前在讲理财的时候 也是在说过 我们最大的就是成本 其实应该是时间成本 对我来说 所以说 这时候我希望大家还是去考虑一下 尽量的避开这些不能长久赚钱的 然后第二呢 就是避开这些可能让你会亏损的东西 有一句话 就是说我不亏就是赚 答案是没错的 做投资就是这样 做投资的话 我就是今天不亏了 我就是赚了 对不对 那好 那我们同样的 你用在项目中间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也可以 比如说我投资什么萌博币 有的那个什么 有的那个网友啊 就是我们群内的小伙伴 说投什么钻石资本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币啊 哎呀 这个怎么说吧 资金盘 谁当最后 谁就倒霉 然后的话 你投这个可能存在亏损的风险的话 我建议你就不要搞这个东西了 钱生钱 钱生钱 我只看好做基金定投 好吗 然后其他东西都不建议你做 你去做基金定投的话 我只是主业之外的副业 我只是让他做那个什么的 只是让他傻瓜似的 每天扣我点钱就行了 每天30到50 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OK 好 再说下一个 我们尽量要避开投入大量资金的一个项目 投入大量资金的话 你投入的资金越多 就可能让你存在一些风险 比如说啊 投某个东西啊 一次要投个几万几十万 我跟那个什么 我跟群友去说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东西你尽量的不要去碰 尽量的去做到 先让自己不亏 好 资金的大与小呢 自己要会算账啊 就比如说这个是相对的 没有说什么绝对的 资金的大与小 是对于自己来说的 你如果只有一千块钱 那资金大小的话 可能500块钱 对你来说都已经是大死尽了 那这时候你就要自己做好评估 对吗 自己做好评估 但是话说回来啊 假如说你真是只有500块钱的话 我就不太建议你去做 做生意 因为什么 因为 资金哥讲了这么多的项目啊 讲了这么多的项目 我首先要求的是 大家要有一个服务器 你一个服务器 最便宜的200一年 我用的RECNUD RECNUD 当然也有人诋毁啊 也有人在说不好 200块钱一年 然后说的跑路了 什么东西 好 那我就说 我从1月份用到现在 我现在已经7月了 7月底了 我已经一年快到7了 我一年都快到7了 你跟我说跑路 好 那无非就是说 他想在那卖他自己的服务器 或者说 让 让我们去买那种49美金的 好吧 49美金的 搬瓦工 49美金的搬瓦工 一年到下300多块钱 那我就用半年 我已经回本了 我就告诉你 现在我1月份用到7月份了 你说 怎么想 我就认为 就扯淡 所以说 这个东西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好吧 200块钱的服务器 然后呢 那你说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其他呢 200块钱服务器 另外呢 我还需要域名吧 域名怎么说 你用个com的域名 CUM的域名 一年也得60多块吧 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弄 也要弄的吧 好 那你要弄个飞飞吧 飞飞的话 官网是500块钱的至尊版 然后的话 Sam哥这边 跟大家说68到88 你看着打赏 我已经在最大程度的 在降低你的投入成本了 260 68 加起来也是300块钱 那但是对你来说 只有500块钱的人 我建议你啊 伙伴 你先去打一些那种 就是用自己的那个 叫什么劳力 出卖劳力 去换钱的工作 就比如说 一些网站上的fiverr呀 还有其他的那种 给人做做图呀 给人给人修修图呀 做做那种事 先不要想着来做这个的 我虽然说 我已经把事 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 然后呢 我也是 希望大家能赚钱 因为毕竟的话 你赚钱了 对我 对我的频道有点好处吧 你知道Sam哥是 立志要做专制YouTuber的 我现在已经开通获利了 大家看到我这有广告了 我也希望我的广告 会越来越多的人点 对吗 好 在下面 我们来再谈谈 怎么防红啊 防红的话 这个东西我要 我要先测试个东西 因为 因为Sam哥是一个 哎呦 彩虹的 有点不好看了 还是算了算了 好 就这啊 再谈怎么防红 那有的人跟我说 影视的 小说的 全聚合的 什么某某Hub的 然后漫画的 游戏私服的 大家说这东西能赚钱吗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做游戏私服不要太赚钱 一天几千块几万块钱都有的 但是你要前期光在投这个圆码可能就要投两万块钱 请问谁拿得出两万块钱让我来投这个玩意儿 我我我把那个飞飞的那个原生版的APP买了 原生版的APP原码买了两千块钱 然后还没用呢 我现在都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因为没有时间去弄 好 回头这一期100天 我要把这个事搞定啊 好 影视小说全聚合 这都有版权的 然后呢 三合一呢 你要做三合一 还会被人薅羊毛 然后呢 还有上游政策的变化 比如说淘宝说 淘宝说某某某政策 那你就郁闷了 比如说皮诺多说某某政策 那这个东西都很正常 然后呢 淘宝开店 你卖个素材 卖个素材的话 大家也遇到这种问题了啊 我也是 今天这节课 其实也是应那个小伙伴 有的小伙伴在那说 让我讲一讲这些防洪 怎么谈那个风险防控 那我就跟你说 淘宝开店素材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版权的 然后呢 淘宝对这方面管的 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 基本上你是上不了价的 但是 也不代表所有人上不了价 我只能说 你要会上价 反正三合一哥是上了100多个 目前来说没啥事 有需要的话 伙伴在找我吧 我跟他说了没交学费 没交学费 所以说上不了 扯淡了啊 好 再下一个 那我们记好一点 就是永远记好这点 上有政策 我们下就要对策 你必须要对策 要不然这些人怎么活 一个淘宝出一个政策 然后影响了啊 大概1万人 那这1万人中间 能不能蹦出来 一两个能人把这问题解决了 答案是可以的 啊 针对这些啊 呃 针对这些影视小说全聚和某某 Hub某某漫画某某私服 我给大家策略就是什么 就是第一 你要用海外的服务器 因为呢 呃 海外的服务器 它是匿名的 然后并且你要用PayPal付款 PayPal不是实名的 然后尽量也用海外的账户付款 这呢 我再加一个 还有比特币 比特币付款 因为呢 比特币它具有匿名性 它只是 它的钱包地址 只是一个代码啊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还是可以用比特币来付款了 好 然后呢 这一个 为什么要用海外服务器 因为海外服务器 它没有实名 它没有实名 但是在中国的服务器 所有中国的服务器 腾讯云也罢 腾讯云 百度云 还有那个阿里云 这些东西都是要实名的 所以说就增加了你风险的 那个 高估了你的风险啊 就是增加你的风险 就是 人家一找你一个准 知道谁 谁买的这服务器 谁用来干嘛了 马上知道 所以说 不要在这儿用国内服务器 谁用国内服务器就是扯淡 我就跟你说 好 第二个 海外的育民 海外的育民呢 这个东西也有一个好的 就是匿名性 你买育民的时候 我推荐的是那个叫什么 NameCelo NameCelo 点CAM 我用的NameCelo 点CAM 这个网站呢 它也是 就是不需要你实名认证的 你注册的时候 有的人呀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竟然用海外的那个育民网站 买育民的地方 然后你非得用你QQ邮箱 我就搞不懂你为什么 我这儿说的明明白 禁用QQ邮箱 QQ邮箱还是你自己的 人家知道你是谁 好不好 伙伴们 不要去搞QQ邮箱 那好 还有这个啊 育民方面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增加你自己安全系数的一个方法 就是隐藏IP 用Cloud Flare 用Cloud Flare呢 能隐藏IP 能减少 减少黑客攻击 那有的伙伴就在这给我看看 他那个说的 这半小时之内 被登录了600多次 还是6000多次 被登录 不停的在试你的密码 不停的在试你的密码 搞得你服务器非常慢 非常慢 所以说这点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海外的域名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 我所说的 你说那么多 那么多那个有色网站 他们怎么存活的 太多有色网站 他们怎么存的 在海外呢 有色网站是 可以存在的 是合法的 就是说也不合法吧 也不 但是也不那个什么 但是也不会说违法 就是这意思啊 然后呢 所以说 你需要做的事 就是上面这两个 然后你如果在 人在国内的话啊 就要做多级跳转 跳转的越多 要越好 跳转的越多越好啊 然后呢 你如果身在国外 那就无所谓了 可以无视我说的话 然后呢 多级跳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用我的电脑 控制了一台腾讯服务器 然后呢 再用腾讯服务器 控制了一台那个 阿里服务器 阿里服务器呢 再跳转到了 香港的阿里云 然后呢 香港的阿里云呢 又跳转到了 你自己 现在 搭建网站的那个服务器 每次多跳转几次 多跳转几次 跳转次数越多 当然就更难去找到你了 对吗 这个逻辑 我相信大家都会 都会懂啊 尤其是你做的是 那种违法的 我不喜欢做违法的 我只是 知道这个东西 去怎么去规避 但是我不太想去做那种 那种事 不太想去做那种事 好吧 那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好吧 下一个啊 我们就针对我们三合一来说 针对我们三合一 这种豪羊毛怎么弄 哎呦 这个问题啊 我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了好多遍了 好多遍了 就是说你既然选择做三合一 因为三合一接近成交 越接近成交呢 它的变现能力就会越强 那现在呢 对于豪羊毛这部分人 真的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在国内啊 国内被淘宝养坏了 淘宝天天在那儿 鼓励着商家使劲竞争 商家很多都是免费送的 所以说出现了这些 好羊毛的人 我就在那说 阿里巴巴不是个东西 把国内这帮人 把国内的消费市场 已经搞成什么东西了 各种免费送 各种免费送 我的坑就这么多 然后你们就商家必须免费送 你商家不免费送 你没有销量 没有销量的话 你就永远在排在后面 所以说催生了这部分 耗羊毛的大军 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法说 虽然说我自己做 做天猫做了六年 然后但是我还是这样说 阿里 阿里真不是东西 行了 好 这句话呢 就是说 不要让自己成为被耗的人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不要让自己成为被耗羊毛的人 你有多少羊毛为别人好 像我们三合一 像我VIP群里有一个小伙伴开始 他说 我已经有500多人了 但是我算了算 我亏呀 我算了算 我亏 我的佣金600块钱 我的佣金600块钱 然后加上什么没反的 也才总共是1100多块钱了 1200块钱 这个我就不说了 但是在这提了一下这位朋友 也希望别别介意啊 我只是把把这个事说出来 把这个事说出来 大家可以规避一下风险 因为呢 因为他设置的是你邀请一个人 邀请人和被邀请人 分别获得一块钱的奖金 然后呢 这个他查一次券又一块 他收一次 他查一次券 就是说买一次东西又一块 那我可以说一个人的成本 就是四块钱 然后呢 你买个东西 可能能他买个十块钱的东西 反了一块 那你又把大部分的 70%的反出去了 那你实际上还亏多少钱 你还亏个三块七毛钱 那也就是一个人的成本 至少我觉得是在四块钱 那这种手法呢 就是说有这么高的邀请金额 是大型的电商在做的事 不是我们在做的事 大型的电商是谁 哎 那种 拼多多 对 拼多多这种级别的 拼多多上 现在已经上海第一大电商了 拼多多可以用这种方式 但是我们是用不起的 像那个美团呀 像那个饿了吗 开始在抢市场的时候 不是使劲在那搞 我记着 我当时点个饭才两块钱 一个快餐 人家当时是20多块钱的 我拿到手才两块 这就是什么 疯狂补贴 疯狂补贴 哎呀 商家也赚钱 然后呢 消费者吃到也便宜了 最后吃亏的是谁 吃亏的是 呃 吃亏的是运营商 运营商呢 我们既然搞三合一呢 其实我们就是运营商 我们坚决不能像这些大的去看齐的 他们大的话 他们玩是玩的什么 玩的是资本 就跟瑞幸咖啡一样 也是玩的资本呀 我们玩不起的呀 我们就要实打实的 慢慢的 然后积累 不断的积累 总有人会用我这个东西 对吗 那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淘宝开店的素材 这个也是有版权的 对于素材这方面的话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 只要你能上了淘宝 风险呢就在淘宝 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说淘宝对这一块管的非常严 非常严 只要 只要他发现了 他就会把你下架 但是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会规避一下他的风险 就说一些出版的图书呀 在淘宝上架的时候都需要备案的 都需要备案 他备案过了 然后你在上架同一样的图书 那你就算是侵权的 淘宝就就会直接说你 你这个算是 算是侵权 然后我就不给你上 直接发布上去 然后没了 发布上去没了 还有一些有个人肖像的影像 在淘宝也会备案的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解决方法呢 就是你需要对淘宝政策有充分的了解 然后有不懂的话再问我吧 然后呢 我这也上架了那么多淘宝的产品 当然也是有一些经验的啊 然后呢 我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那个Q群 因为我用QQ用的比较多 你只要是在Q里面 然后Q我一下吧 白天我一般会回复 晚上的话 是我跟大家这种面对面的时间 就是沟通的时间啊 那好 最后我再说一点啊 最后再说一点 东西最好还是原创的 我真的是觉得东西是最好原创的 你的肖像是唯一的 你要想 没有一个人给你长得一模一样 DNA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一定要想好东西 最好是原创的 然后但是有的人说了 我不会呀 但是我不傻呀 但是我又想做呀 我又想做 好 这时候没问题 那我在VIP课中间 有教大家怎么去做原创 那非常快捷的方式 一天一天生成 一天能做五篇原创吧 都是原创的 好 但是呢 我要求你要会握的吧 你要懂电脑知识吧 你电脑知识也不懂 握的也不懂 什么都不会 那你要跟我谈什么原创 你连打字都不会 我怎么搞 对不对 好 那这一个就说到这儿了 下一个呢 就是我所说的 创业的办法呢 及道路 千千万 就看你动不动自己的脑袋啊 自己动动自己脑袋 其实赚钱方法很多很多的 我是真的是感觉什么吧 我从2月21号走到现在 接近五个月的时间 接近半年了吧 然后我感觉我越做这个自媒体 我的思路会越宽 包括开始的时候 你看我更新那个动画 呃就是中国历史那时候 我说话还结结巴巴的 但是呢 现在我觉得跟大家已经对答如流了 大家说什么 哎 我觉得没有什么沟通的隔阂啊 还有呢 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有个老师很重要 有个群体很重要 你如果只是在孤身一人在奋斗 那么不好意思 你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没有 一群人的力量大 哇 今天吃了半个习惯了 好 所以说还是想说一个 就是呃 有个老师 有个群体能让你在创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我们可以相扶相持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相互鼓励 好 最后话不多说了 最后的最后 这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 我还是希望大家给我多点 多点个赞 多留个言 这是我最大的更新的动力 因为YouTube的算法就是这样 点赞越多 评价越多 然后的话我的 我的那个就被推荐的机会就会越大 好 那 这 这篇文章呢 就是这个XXMAN的 我会把它发布在我的视频下方 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去下载 好吗 好 今天的课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好 各位拜拜 拜拜